董事长郭台铭所创办的永林基金会 昨天跟台湾大学签署了产学合作备忘录 而且宣布永林生医工程馆即将完工 在今年三月就要来启用了 郭台铭还表示呢 他要征裁向全球来征裁 希望至少延览五位诺贝尔奖等级的生医领域大师来台 而且强调这预算还无上限 就是希望能够建构华人第一的世界级癌症医疗中心